大家好我是小莱姨 我是小莱姨 今天这个名字肯定不会读错 因为下面投诉我太多了 没关系 我找了一个很简单的名字 叫Baby Lee 简单吧 肯定不会读错 Baby Lee出生于1994年8月 她早产两个月 出生的时候体重仅为三磅 医生告诉母亲Rita 她们的女儿生存机会非常的渺茫 但是Baby Lee从出生的第一天 就证明了自己是个凶猛的战士 由于体重过轻 Baby Lee在重症婴儿监护中心 待了近两个月 最后还是成功活了下来 小时候Baby Lee就表现出了 非凡的运动能力 她很小的时候就擅长了游泳 曲棍球 空手道 她不仅在体育方面表现出色 而且在整个小学和中学 都是尖子生 学习成绩一流 她的父母回忆说 尽管她把大部分的时间 都投入到了校外活动中 但是她的学习成绩呢 就是一流 名列前茅 在中学的时候 Baby Lee将她的运动天赋 集中到了空手道的运动上 她努力和自律 使她在15岁之前就获得了黑带 并代表南非参加 空手道运动国际赛事 从2009年到2012年 她连续四年成为该年龄段的南非国家空手道冠军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的就是这位冉冉升起的运动新星 她克服了重重困难 不仅活了下来 而且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运动员 这是关于她励志一生的故事 她在拳击世界的崛起 但不幸的是 她仅在25岁的时候 遇人不输 遭遇短折 光天化日之下 对方就在上下班的高峰时候 高架上面直接把她给杀死了 高架上面杀她 对的 点个订阅 加个关注 开个小铃铛 觉得故事还不错的话 顺便给我们敲击感谢 谢谢大家的支持 会员频道下来打批大家庭 期待带着加入 2012年 北比利高中毕业之后 继续攻读大学学位 在福特黑尔大学学习期间 她以全班第一的成绩 获得了教育学学士学位 贝比利已经准备好迎接现实世界 并开始她的第一份真实的工作 但运动 仍然是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尽管贝比利在空手道上 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但在她勇于拼搏的生命中 会给自己更多的挑战 于是在2017年 女子拳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 也触发了她那颗跳动的心 她决定转行 从空手道转去拳击 经过短短两年的训练 她的快手和技术 很快引起了拳击界的关注 她赢得了南非青年锦标赛 后来又赢得了最轻量级的 非洲青年锦标赛 她的潜力是不可否认的 很快就引起了国际的关注 2017年 传奇拳击手弗拉伊德·梅威瑟 邀请贝比利 到她位于拉斯维加斯的运动房 和她一起进行训练 她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拳手 我不知道是谁 她在90年代 应该在美国蛮厉害 之后可能退休之后 自己开了拳击馆 就做教练了 带学生进去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她在那里 与一些世界级的最优秀的 女拳击手一起训练和工作 这进一步激发了 贝比利对于拳击的这种热情 她带着成为世界冠军的梦想 回到了南非 2018年 贝比在当地的拳击馆 认识了36岁的 Blami Mayaga 这南非名字 我们都不来 反正这个Blami 翻成中文 是相互尊重 和相互 就是这种好的 这个意思 她是一名警官 比这个Baby Lee 大了12岁 和Baby Lee一样 Manyaga呢 也是一个努力上进的人 而且她还热衷于格斗运动 自己呢 也参加过空手道 两人呢 有着一样的兴趣爱好和目标 很快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进入2019年 Baby Lee有望在拳击领域 取得突破 并即将称为职业选手 在不知疲倦的锻炼 和远大的梦想 和为突破之年 做准备的幕后 Baby Lee却陷入了一场 感情的虐待关系中 这威胁到了 她未知奋斗的一切 遗憾的是 她永远没有机会了 在他们的感情关系中 Baby Lee的母亲 从一开始 就对梅雅嘎抱有 第一 担忧 太大了 年纪太大了 妈妈看人不准 妈妈看人比较准 吃了那么多饭 对吧 觉得不行 就是不行 对的 第一呢 就是年纪太大了 第二呢 就是因为她是个警官 她那不应该有安全感吗 但是你警察做多了 你是不是就有一种 你执行任务的时候 你是一个警察 但是你卸下你的装备的时候 在生活中 她也是比较很bossy style 就很警察style的 就是占有欲还是挺强的 她妈妈觉得年龄又差这么多 然后她又不是非常的疼你 就是像照顾小孩子这样照顾你 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尽管如此呢 就是他们的女儿 那个Baby Lee 她还是被那个 她的警官这个 Manyaga给迷住了 她说服了父母 支持她的决定 并相信 并让他们父母相信 她我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最初呢 Manyaga似乎支持她在拳击场上的追求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她的鼓励 转变成了对身体上的残酷 和心理上的操纵 有这种 under my control的这种感觉 她用身体上怎么去控制她 这女的练拳击的呀 虽然她练格斗 那她练格斗 一个人体型又悬殊 对吧 都应该差不多 我看那个 差不多呀 但是男的力气再怎么样 跟女的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分男子和女子 比赛大家混在一起 打不就好 这样的好 嗯 这不行啊 威胁到了 Baby Lee的职业抱负 还威胁到了她的生存 两个人的关系 很快就恶化了 她的嫉妒呢 和占有欲 很快就变成了愤怒 她会在争吵中 将Baby Lee踢倒在地上 如果她与其他男人 说话的时候 这个Manyaga呢 就会被激怒 她还很多次将Baby Lee的头 撞在了墙上 家暴男 家暴男 对 这导致Baby Lee的身体 脸部和手部呢 均有明显的外伤 但是那个Baby Lee 本来就是练拳击的 她本来就是有外伤的 她自己也没有去报案 所以周围的人就不会觉得 她是因为被虐 开始的时候是没有 对 慢慢的呢 心理虐待 已经不能满足Manyaga 她向Baby Lee发出警告 她说 你如果想离开我的话 我就会杀了你 并且杀了你全家 到那个时候 犯罪犯罪 你都是这种暴 残暴的人 怎么都一个露宿出来的 威胁 就是脑子一根筋 搭着 威胁 你不想逃过我的手掌心 你要逃过手掌心 我就让你全家再见 同时呢 她还跟Baby Lee说 就是她要操纵她的身体 操纵她的思维 还操纵她的自信心 和自我价值 随着事件变得 更加的暴力和不稳定 这个时候Baby Lee 才去报警的 就之前 她去报警 是吧 对 她是先告诉了她的父母 她说 她我遭到虐待了 然后父母还是很支持她的 母亲她虽然已经看透了 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女儿 那如果来告诉我 我还是去 陪她去报警的 那当然要陪她去报警 但是呢 走了法律程序 我们刚才说了 她是一个警察 在2019年的时候呢 Baby Lee 就勇敢的 获得了 针对Muyaga的保护令 希望能够停止 她无情的骚扰 和死亡的威胁 然而处理她投诉的警察部门 使用了敷衍的行为 这使得Muyaga施暴的 这个行为啊 就更加放肆了 她包屁她 自己的 就同僚 包屁她 这比这个更惨啊 在Baby Lee申请保护时 她的案件被提交给 Muyaga的那个部门 就是她自己的那个部门 他们没有阻止她 而是打电话警告了Muyaga 说Baby Lee提交了命令 当Baby Lee在警察局 写那个报告的时候 Muyaga冲过去了 不是 写报告的人是Muyaga 也就是 我 跟你写报告 我要投诉的是你 Muyaga自己接手了 这个案件 那么直接撕掉就扔掉了呀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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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她要保护她 所以 她就能够正当的 去跟随她了 一直follow她 他要follow这个自己的case 对 这个逻辑怎么那么奇怪 你要保护一个人 你是不是 就是你要 平时要到他家里去看他一下啊 或者说他开在马路上 要跟着他的车 看他人生是不是安全 这个事情在南非啊 在南非 你要在中国 那么吓人啊 那么吓人 所以说这样的保护令啊 根本没有意义 Muyaga呢 就更加勤力的持枪工作 因为她有枪 因为她是警官嘛 对吧 哦 她持枪去follow 投诉她家暴的案子 对 投诉的那个人 就是Baby Lee 这个又要回到那句话 很多案件 你每一个细节 看似都不合理 但是她就是这么 串成了一个案件 对 嗯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啊 她几乎 到处跟踪Baby Lee 因为她是名字跟踪 我要保护你嘛 我要保护你 从家里 我保护你 我保护你 保护你什么呢 不被我打 对的 对的 我在 有一个警察 在follow你的case 那个警察 就是这样的 对啊 我保护你 我保护你 你不被我打 对的 那就是我打你了 反正我又来了 啊 我打你了 她自己在演 那个精神分裂嘛 好了好了啊 从 她怎么跟踪呢 要从家里 一直到训练场 然后回去 也是的 之后呢 Baby Lee 变得越来越偏执了 因为她 她精神上 精神上 对她精神上 就是让你24个小时 都在我的监视之下 对对一个小姑娘来说 之后她就拒绝 去任何一个地方 接任何一个人 因为她就不出家门 我就看不了她 她不能去她家 对吧 对的 要不然就是247啊 然后呢 Baby Lee 每次去训练的时候 就要求她的母亲 陪她一起去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 就像地狱一样 因为你不知道 Miyaga 什么时候 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她AE 247都在你面前 就你眼睛睁开来 可能她就在你床口 对 对 进入2019年夏天的时候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美亚盖尖斯似乎就停止了 就突然他们发现 突然那个人不跟我了 那他肯定心里面 这种变态心里面 肯定在密谋大计划 肯定是的 因为那个男的是变态 所以他肯定 突然之间 他肯定去密谋一个来把大的 那也还有可能 因为我们是在讲Case的 良心发现了 对 然后小姑娘就觉得 他可能 良心发现了 不是良心发现 就疲惫了 要让你吵架 太累了 一个人吵没有意思的 而且自己每天 要扮演两个精神状态 也蛮累的 对的 所以baby你觉得 他可能累了 然后他可能觉得 这样的人生折磨 就对他的这种 24小时监视的折磨 end 因为美亚盖 他就一段时间 没有出现在 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baby你觉得 那我可以终于出门了 恢复正常 恢复正常生活 但是尽管如此 母亲Rita仍然 还是陪伴着她 为了确保她的安全 2019年8月30日 Rita陪女儿baby Lee 进行拳击训量 开车时 她们注意到 一辆白色的奔驰 紧紧的尾随她们 持续了一段时间 尽管母亲发现 这个车离得她们 有点距离的 但是Rita认为 那个司机 本来是想超车 所以她干脆 就往里面 开了一条路 让她先超 但是司机 超上来的时候 两个一对 又是她 Meyaga Rita意识到了 这一点之后 于是加速 逃离 追赶 但是呢 那个Meyaga呢 她很快又追上来了 并且直接就在窗口里面 拿着枪 蹦蹦 两枪 然后Rita受伤后 掉头 但是她没有松方向板 她掉头 想离开 但是Meyaga一直跟在后面 Rita的伤势严重 她失血过多 直接在车里就昏倒了 她的车就停下来了之后 她就下来 把她 把贝比利杀掉了 没有 那个时候是高峰期 那个你转一个头 那个车跟在你后面 有塞车的嘛 她没有这么快追上来 然后贝比利就跑出去了 她就一个人 她妈妈叫她先跑 先跑 她就跑出去了 虽然是昏了 但是自己女儿在车上 意识还是有的 后来呢 那个Meyaga就直接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停在 停在他们前面了 然后就直接走向贝比利 在Meyaga到达贝比利面前之前 贝比利其实已经准备 因为她是打拳击的嘛 她准备 要自卫了 试一下自卫嘛 但是人家是有枪的 所以就近距离的 砰砰砰 三声 贝比利就倒在了路边 最终在那里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杀死贝比利之后 Meyaga漫不经心的 慢慢的回到自己的车上 根本就没有回头看 边上躺着的尸体 他妈妈也死了吗 他妈妈没有死 拥挤的高速上 身为警察的罪犯 带着一群警车 在N2的高速公路上 上演了一场真正的高速警匪片 就是他的同僚们终于要去抓他了 对的 这个抓的过程 一共开了40英里 他拒绝停车的命令 随着越来越多的警察的车 加入追捕 Meyaga驾驶的车 他的车速就越来越快 最终他对车失去了控制 撞在了迎面驶来的车辆上 事故呢 就导致对方的车里 有两名乘客无辜的死亡 一个是护士 一个是当地的图书馆理员 都是29岁 哎呦 这是无辜 就是他杀了人之后 还杀了无辜 对的 同时Meyaga本人受重伤 在警察的看守下 被空运到附近的医院 重症监护士待了三天 好 留着一条命 最后他死了 虽然Meyaga的死亡 是一个好消息 但这却让 卑鄙力的 这不是好消息啊 像这种 食恶不赦的人 就要让他 一生生活在痛苦里面 断个腿啊 断个手啊 断一个什么东西啊 也好过直接让他死 死对他来说 是一种解脱 对的 所以说 卑鄙力的家人就觉得 他失去了真正的审判 对啊 能够提供的答案和正义 对啊 他就这么 逃的 不行不行 前几天刚刚发生一件事 这个故事讲完 我跟你讲啊 最后母亲Rita 奇迹般的 在那天的袭击中 幸运的活下来了 在医院里住了几天之后 她完全康复了 然而无助地目睹女儿 被杀的情感和创伤 无疑会永远困扰着她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但是我跟你这里插一句 就是你刚才说的 前几天好像就 21月27号 有一个美国 第一次 有一个人 不是 死刑 用淡气 我要刚给她骨子 是刚 你有讲的 那就跳过 小妹也讲这个故事 好的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今天用淡气 别烫跟你用淡气 我来看 给她骨子 我要干 我本次刚给她骨子 无论 其他方法都比较紧张 对啊 对了其实淡气是不折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